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将大幅增税 尽管与多伦多的交易有所帮助 目前仍存在缺口 需通过提高当地财产税来弥补 多伦多公民未来可能面临的税收增加 将在本月底揭晓 四 暴风雪或导致多伦多交通委员会 TTC关闭56个站点 为了在降雪量可能超过两位数的情况下 保持城市的正常运转 TTC承诺增派员工和维修车辆 五 惠斯勒黑书滑雪场 在北美滑雪榜单上名列第二 根据福布斯顾问的评价 无论您是寻找平缓的斜坡 还是陡峭的高山晚地 惠斯勒黑书滑雪场都应有尽有 包括专为儿童和家庭保留的区域 中国新闻 一 12306推出新功能 春运期间 学生和务工人员可以提前17天以上预约火车票 二 全国城市30岁人群未婚率超30% 统计显示 全国城市中30岁人群的未婚率超过30% 55岁及以上人群的未婚率低于村镇 三 连续五年无农历年三室 从明年起直至2029年 将连续五年没有农历年三室 农历龙年比2024年少12天 专家称这与中国的农历立法有关 四 科兴中维新冠疫苗停产引关注 工作人员回应称 目前各地还有多款新冠疫苗可供注射 中级控表示 去年12月新增新冠重症病例88例 五 中国组写要求全员观看反腐大片 并要求提交至少1500字的观后感 截止日期为11日下午3点 六 北京小客车指标配额公布 今年依然是10万个 普通指标减至2万个 新能源指标增加1万达到8万个 七 四川成都慈善组织使用AI合成照片募捐引争议 民政部门已要求立即整改 八 河南拱益发生严重袭击事件 一家祖孙三人在家中遭袭 老人身亡 两名儿童重伤 警方已锁定嫌疑人身份 国际新闻 一 世界银行报告 由于利率高期 贸易低迷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全球经济将迎来30年来最糟糕的5年增速 今年全球贸易增长或仅为疫情前的一半 二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 瓶装水含纳米塑料微粒 每升瓶装水约含24万个纳米塑料微粒 可能导致胃肠道疾病 出生缺陷和死亡率增加等健康风险 三 阿联酋加入月球门户项目 宣布加入美国 日本 加拿大和欧盟 进一步推进其太空探索领域的遗产 四 厄瓜多尔发生武装分子袭击 袭击警局 焚烧车辆等已至11人死亡 总统宣布进入国内武装冲突状态 五 美国东部遭遇大规模冬季风暴 至至少3人死亡 12个州朝63万户家庭及企业断电 美国航天局宣布 载人登月计划因技术挑战 推迟至2026年9月 六 野门胡塞武装首次袭击美军舰 以报复美军击沉的三艘胡塞武装船只 美方回应击落24枚导弹和无人机 未对军舰造成损伤 七 台湾流感救诊人次创十年新高 上周类流感救诊人次超过12.4万人 同时台湾地区2023年新生儿数量跌至13.5万 创统计以来新低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一 近两年 多伦多及时酒吧 咖啡馆 餐馆 零售店和健身房热闹如初 让人觉得好像多伦多的长期封锁时代 从未发生一样 但并非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 受疫情的影响 这座城市的某些地方仍然是一座鬼城 那就是被空置的写字楼 回望过去的两年 加拿大一些大都市的办公室空置率一直非常高 对许多人来说 在家工作趋势已成为后疫情常态的一部分 至少是兼职 商业房地产公司是帮为理事CBRE提供的新数据显示 许多行业远离面对面工作的趋势不仅持续下去 而且实际上正在恶化 2023年的办公空间使用量 是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2020年以来最低的一年 在加拿大所有主要城市中 多伦多的净吸收率为270万平方英尺 是周二发布的2023年回顾中调查的加拿大主要中心中最差的 事实上专家们指出 如果没有TO由于更多的人回到哈利法克斯 埃德蒙顿甚至温哥华等城市的办公场所 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全国办公空间静吸收量将是正的 与6X相比 卡尔加里去年连续三个季度的办公空间静吸纳量为正 这要归功于Priary地区的一项新举措 即将就办公室改造为住宅 在多伦多由于住房危机许多楼层空置 许多人正在推动这一举措 CBRE在报告中还写道 由于经济前景不确定 多伦多的商业房地产景观面临最大的逆风 仅上个季度就有10亿美元的新供应 没有产生积极影响 尽管通常会提振租赁活动 特别是在过去几个月里 多伦多未使用办公室的比例上升幅度最大 比上一季度上升了160个基点 尽管市场上的转租数量明显减少 商业空间的建设也有所放缓 自2017年以来 多伦多活跃建设的办公面积最低 尽管该是目前拥有全国近一半的办公建筑 截至2023年第四季度 该领域的空置率达到17.4%的历史最高水平 表至到上一季度为15.8% 因此可以理解CBRE等利益相关者的担忧 根据Atlas Group 2023年的一份报告 到21世纪40年代 这座城市应该会有大量闲置的工作空间 二 多伦多市政建议将该市的住宅地税提高9% 外加1.5%的城市建筑税 总计上涨10.5% 这是华裔市长邹智慧上台后首份预算案 也是自1998年合并以来最大的单年涨幅 市政希望填补2024年近18亿的预算缺口 政府建议将城市建筑税额外增加1.5% 如果这些数字在预定的五周预算辩论和磋商期间保持不变 业主今年的税单可能会上涨10.5% 预算主管概述了潜在的增长 在工作人员向市预算委员会提交财政计划之前 Shenly Carroll在周三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Carrall告诉记者 这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财政年度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他补充说 为了维持重要的城市服务 提高地税是必要的 他说 这些涨幅将使每个家庭每月平均多支出30加元 折合每年约360加元 Carrall表示 该是赤字徘徊在18亿左右 我强烈地感到 我们不能再拖下去了 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城市重回正轨 Carrall还警告说 如果联邦政府不拿出2.5亿 为多伦多庇护系统的难民申请人提供资金 该市将别无选择 只能征收6%的联邦影响税 Federal Impacts Levy 所以如果沃泰华不为难民申请庇护提供资金 多伦多居民可能会面临总计高达16%的地税上涨 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 容纳5000多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但这确实是联邦政府的责任 Carrall解释道 这将是直接影响多伦多人钱包的联邦政策 但这将是我们避免再次看到那些人 因为无法进入我们的收容中心 而露宿街头的令人心碎画面的唯一方法 因为我们已经耗尽了资源 Carrall说 联邦政府需要在1月26日之前做出拨款承诺 才能纳入今年的预算 多伦多市长邹智慧几个月来 一直呼吁联邦为难民申请者提供更多资金 他们目前占该是避难所居民的近一半 自2019大流行开始以来 这一数字迅速扩大 随着市议员就170亿的预算进行辩论 你以增税的细节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发生变化 在省府强大的市长权力下 邹智慧也将在2月1日提交他自己的预算提案 委员会将于2月24日就最终财政计划进行投票 Carrall指出工作人员准备的预算 包括6亿的成本节约和效率 以及增加的警察预算 经济式用房资金和TTC票价冻结 与此同时 市政府去年年底 与福特省府达成的所谓新政 包括为本财政年度 提供近4亿的省级运营资金 多伦多紧张的财政状况 是每年预算辩论的中心议题 但自疫情爆发以来 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明显 因为该市承担了数亿的意外成本 TTC的票价收入大幅下降 在多伦多庇护系统中 寻求庇护的无家可归者数量激增 但一些批评人士表示 在过去10年中 是一会在解决自身财政问题方面做的不够 基本上没有将税收增长 保持在或接近通货膨胀率的水平 去年前市长庄德利和市议会 将地税提高了5.5% 并增加了1.5%的城市建设税 关于2024年支出计划的磋商 将触及城市的每个角落 从1月22日开始 多伦多各地的市政中心 将举办自己的公众反馈会议 代表们可以登记发言 开绕说 他将尽可能多地参加会议 直接听取城市居民的意见 他说 重要的是人们要参与进来 让他和其他市议员知道 他们需要哪些服务 哪些服务可以削减 网友评论 天天喊政府没钱 回头换个街名就花几百万 没事 都是你们选的 房东们切记 房租不能跟着涨那么多 只能涨百分之二点五 加这么多的主要原因是 钱都花在安置难民和无家可归者身上了 这么看的话 周边也会 大家谁都逃不掉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 明天见 raj 咱ril